朋友们好,这节课我们学习一下运动传导通路 首先大家要搞清这个路的组成 实际上是由两个路所构成的 一个路叫椎体路 还有一个路叫椎体败路 这两个路的功能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椎体路 椎体路它总是支配随意运动的 和植端一些精巧的活动 这是由椎体路来完成 椎体路来完成 椎体外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主要是调节积脏力 协调随意运动 协调随意运动 另外它能够维持体态和人体的知识 能够进行习惯性的动作 习惯性解律性 这样的活动 说明是两个路 这两个路如果都是好的 我们的随意运动 既精准又随意 如果椎体路出毛病了 就会出现瘫痪 因为这个协助它的这个路就没有用了 椎体路是动作的起和中止 都是靠它来完成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一个人正不走 我们上体课的时候 第一步老师是不是得告诉你 卖哪一脚啊 这时候实际是椎体路来做到的 当走起来以后 大家想 你还知不知道 左脚在前右脚在后的 有感觉吗 没有 就变成一个什么了 习惯和解律性的动作 这时候就椎体外路启动了 当你停这时候立定 又椎体路 你得哪个脚停下 是吧 再举个例子 比如女同学打毛衣 现在会打毛衣的很少了 是吧 你打毛衣 大家看女同学打毛衣啊 唠嗑看电视都不影响 那指什么呢 指指平针的时候 是吧 它就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当他要并针或者加针的时候 他肯定要停下 不跟你闹壳了 然后数一数 我要并几针 并完以后带跟你闹壳 又变成习惯性动作 所以这个两路必须同时进行 那么如果椎体外路要损伤的话呢 随运动的协调性受影响不 受影响 就会出现大家经常看到 有些老人晃头 肢体震动 比如上菜市场买菜 一毛钱 它能掏二十分钟 掏出来了 实际是椎体外路损伤了 不是舍不得那一毛钱 所以这两路必须同时好的 才能精准地完成随意运动 那么既然是两路组成 我们重点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第一个路 椎体路 椎体路包括两个路 第一个我们说一下 皮子脊髓素 皮子脊髓素 前两个字是这个传导术的起点 起于大脑皮子 宗旨在哪呢 宗旨在脊髓 所以它是一个下行的路 既然下行路也就是运动路 所以椎体路里边的一个 那么运动传导路 它是由两级深迷院完成 不像我们以前讲的 感觉传导是三级深迷院完成 那么大家就要知道 抛体 位置在哪 两级深迷院怎么叫呢 一个叫上运动深迷院 另一个叫下运动深迷院 尾亚 上运动深迷院 抛体在哪呢 在皮层 那么皮层的哪一个部分呢 皮子脊髓素 是到整个到躯干和肢脂去的 所以它起于皮层的运动区 运动区呢 应该是中央 前回 上三分之二 再加上一个旁中央小叶 前份 这个区域啊 是上运动深迷院 抛体所在区 下运动深迷院的抛体在哪呢 脊髓的前脚细胞 脊髓的前脚细胞 这是抛体的位置 位置 第二个我们从一个简图上 大家看它的传导途径 首先大家看一下挂图 我们看这个图啊 这就是一个皮子脊髓素 的一个传导过程 大家看 起自于大脑皮层 中央前回上三分之二 旁中央小叶前份 然后通过内囊 在脑干内下降 在厌髓交叉到对侧 在脊髓的侧所下降 然后到同侧的脊髓前脚细胞 这个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简图 便于大家记忆 首先我们看一下皮层 外侧勾 捏印 半球尖列 片质体 第三脑石 左右丘脑 痘状盒 葫芦状的是脑干 脑干下方 表示脊髓 下边我们来画一个脊髓的断面 我们看这个数 起于大脑皮层 注意 上三分之二 还有旁中央小叶的前份 组成的这个数 叫皮脂脊髓树 下降到厌髓这个部位 开始交叉 然后到 同侧的脊髓前脚细胞 到达效应期 是这样做的 那么大家回忆 我们讲厌髓的时候 是不是提到一个结构 就是椎体下方 有个法辨式的交叉痕 叫椎体交叉 这个是显微交叉的部位 那么要从这个图上 我们看 它这个数应该是在 脊髓的外侧所下降 这个数在这下降 然后发出撤脂 到达前脚细胞 到达效应期 所以脊髓的外侧所 要是发生病变的话 造成同侧的 这个肢体瘫痪 如果内囊有病变呢 是不是对策半身 交叉点要搞清 所以第三个呀 还是要记住要点 第一个要点 显微肯定是经过内囊下降 经过内囊哪一部分呢 内囊我们已经讲过 它分为前脂 膝部 后脂 三大部分 皮脂脊髓素 主要是在内囊的后肢 内囊后肢 或者叫内囊整部 在这下降 第二个显微在哪交叉呢 显微在厌髓交叉 就是椎体交叉的这个部位 第三 显微在脊髓的厕所下降 所以三个要点 记住 脊髓的损伤 表现是损伤平面以下 同侧运动障碍 如果交叉点以上的 硬核一个部位 损伤都会引起 对侧的半身 瘫痪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素 第二个素 给大家提一下 皮脂核素 过去它还有一个名字 叫皮脂脑干素 那么大家看 起于大脑皮脂 中子于哪呢 脑干 和谁发生联系呢 和脑干里边的运动核 发生联系 发生联系 那么我们从一个图上 大家看一下 我把它放大一下 我把它放大一下 这是半球 半球间列 变质体 第三脑势 两侧的丘脑 豆状核 下边呢 这是脑干 脑干里边有很多很多运动核 比如 比如动眼神经核 花车神经核 展神经核 面神经核等等 我们画几个代表 就行了 下面我把这个树画一下 它起于哪呢 大脑皮脂 起于中央前回下三分之一 中央前回啊 因为皮层的分布区 是一个倒影 头上肢下肢 那么这个树继续向下走 通过内囊 往下来 我们看 大多数的脑干运动核 它都管 你看 比如说这是右侧树 右侧树 是不是管理左右核都管 那么可不可以说 这次还有一个 右侧树下来 它是不是也两个都管 那我们得出第一个结论 就是大多数脑干运动核 受双侧皮脂核树支配 这是第一个结论 那么下面我画的这个核呢 叫面神经核 我标示一下 这个叫面神经核 这个叫舌下神经核 对这两个核团来说 大家看 它只接受对侧的皮脂核树支配 就是面核的下半和舌下神经核只接受对侧 而面核的上半呢 实际还是双侧 双侧 这话得乱一些 下面我们整理一下 第一要知道抛体 抛体的位置 上运动神经核 上运动神经圆 位于中央 前回 下三分之一的皮子 下运动神经圆呢 脑干运动核 很多 我们不列举了 第二个我们要知道它的传导要点 从这个图上 我们得出第一个结论 就是大多数 脑干的运动核 瘦 双侧 皮脂核 支配 这是第一个特点 那么这个大家想在临床有意义吗 每天中午两个人给你送饭 有一个人有病没来 能饿着你不 所以没有临床意义 临床意义最大的在这儿 第二个 面神经核的下半 和舌下神经核 只接受 对策 皮脂核 皮脂核 支配 只接受对策皮脂核 支配 这个是有临床意义的 所以大家要记住 这一个半核 一个叫舌下神经核 一个叫面神经核的下半 第三个特点 大家要记住 看一下图 这个数经不经过内囊 显微是经过内囊 下降的 那么这个数经不经过内囊 写了 也经过内囊 所以要点 记住这么三点 下面我们就把这个 一个半核 管理哪个区域 这个大家再重新的明确一下 面神经核 分为上半下半 下面是舌下神经核 那么整个我们看到的 这个是脑干 好 下面我们看 这是一个人的面部 我们把它分成 四份 大家看 面神经核上半 管理哪一个区域 面神经核上半 管理面部上四分之一 表情基 面神经核下半 发出的血 管理下四分之一 表情基 那么如果这个树损伤了 比如 这是我们说的皮子 脑干树 它只管理下半 对策自配 内囊 层层有病变了 我们看 面神经核上半下半 哪一个得不到冲动了 下半 下半 得不到冲动了 那么这个显微 管理的表情基 是不是就出现瘫痪 也就表现的是下四分之一 那么下四分之一 在临床上 这叫什么瘫呢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一侧有抬头纹 这一侧也有抬头纹 医生说闭眼 两个眼都能闭上 这一侧鼻唇沟变浅 这一侧鼻唇沟变深 嘴歪流口水 表现的是下四分之一 瘫痪 这叫面神经 合上瘫 也叫中枢瘫 这是一种面瘫 那么过去我们还讲了一个面瘫 是 表现的是 这侧没抬头纹 这侧有抬头纹 这一眼能闭 这一眼不能闭 嘴歪流口水 大家看到的这个瘫痪 是不是整个巴拉脸 这种瘫痪叫面神经 和下瘫 也叫周围瘫 那么大家想 如果一半了脸瘫痪 这个病变肯定不是在中枢 在面神经 也就是在面神经核 或者面神经核以下 任何一个部位损伤 比如这个损伤 表现是半侧脸 如果要是在内囊损伤 表现的是下十分之一 也叫中枢瘫 这是我们提到的 运动的两个数 第二个问题 我们简单的提一下 上下运动神经元 损伤怎么鉴别呢 我们从几个方面去判断 第一个要看一下瘫痪的特点 第二个比较一下激张力 第三 比较一下 箭反射 第四比较 病理反射 最后再比较一下 肌肉是否萎缩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上运动神经元 这是下运动神经元 如何去判断呢 从瘫痪特点上 如果上运动神经元 损伤 表现的是硬瘫 也叫经脸性瘫痪 经脸性的瘫痪 或者叫硬瘫 下运动神经元 损伤 表现的叫远瘫 或者叫迟缓性的瘫痪 这个大家都有 这样的体会 我们见过小儿马匹的患者 小儿马匹的患者呀 这是组一个拐拉 大家看到的 并侧的这个腿 像个面条一样 而且呢 萎缩不 萎缩 一走道是 来回忧 是吧 那么你说它属于深瘫 远瘫 它是下运动神经元 这个病叫脊髓前脚灰子炎 正是下运动神经元损伤 表现的是迟缓性的瘫痪 瘫痪 激张力呢 上运动神经元损伤 张力增高 这个是降低 降低 检查患者的见反射 上运动神经元损伤 表现的是抗劲 下运动神经元呢 是减弱 或者是消失 病例反射 当上运动神经元损伤的时候 会出现病例反射 这个就没有病例反射 临床最常见的就是 一个弹中止实验 侯夫曼反射 还有一个把宾式 滑脚心 滑脚心实验 来看是不是有病例反射 从鸡萎缩上来看 大家说小儿马匹鸡萎缩没有 萎缩了 那就说明下运动神经元损伤 早期就萎缩了 而上运动神经元损伤 早期没有萎缩 所以根据这些临床表现 初步我们就能判断 是哪一个神经元损伤 然后再具体造病变部位 运动传导通路 我们就给大家简单介绍这么多 下次课再见 好 谢谢大家